概念题来到第17题 实际题的题目他说右侧的程式片段主要功能是输入六个总数 123456 检测并运出最后一个数字 是不是六个数字中最小的值 然而这个程式是错的 请问以下哪一个程式可以检测 这个程式有误 右边是他的程式 这一题要看懂题意都很难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但是由于 程式的表达方题目的提议表达的方式 让人家不是很容易理解 可能会造成解题的困扰 那他大致上说我们先把他的程式 C程式 把它转成 Python程式在右边 那 这原来是C程式 这里有 Define True等于1 False 等于0 那其实这个在Python是不用定义的 Python的True本来就是1False本来就是0的 这个定义是多余的 然后 IntInteger一个阵列D是6 那我们这里也定义了一个D阵列 因为他有四组答案 我们就把四组答案 通通放在这里 等一下执行的时候看到执行这一个 还是要执行其他三个的任意一个 那 把程式写好这是一个程式的雏形 就是从 C 转换成Python 那这一题你要了解提议当然我现在是用解答你在考场里面是比较难这么做的 因为我们有程式了 我们再来看提议 那 程式呢大致上这个程式我们要把它执行 程式他有4笔资料 4笔资料第1笔第2笔第3笔第4笔我们就会把他写ABCD 好因为他的选项就是ABCD 那程式在右边 我先执行右边的程式给各位看 这样各位完全了解提议 好把画面换到程式来 第17题 把它执行 在要执行程式以前 我们先来跟各位探讨 现在把它做多行注解 下面这个就没有执行 下面这个他就不执行 我们把它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True 跟Force 把它执一次 X等于True Y等于Force 然后印X等于多少Y等于多少 Rub 我们用 实境位来印 印两个 两个栏位 他一个就是零 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零 True等于1 Force等于零 所以这个定义是可以不必在Python里面是可以不必做的 这个定义在Python里面可以不必做 好那我们现在再把程式回来 把程式回来 这里加一个注解 这两行省下来了 在这里我们想让各位再了解一下 这里正列我们正列看你要选择1234的哪一个来执行 那这个程式是他原始程式 我们要对应一下他的原始程式给各位看 这是他的原始程式 原始程式在这里 我们来对应我们现在写好的程式 也就是说 Define True是1 那这个我们已经 Define这里面定义的 Integer D6 Integer的 Array 他有6个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设定就好了 设定4组在这里 看你要让哪一组 就是哪一组输 Scan就是输入 这个是 C元的输入 他一个回圈 让你输入6次 输入 他是1到5 所以只输入5次 第6个是另外再输入一次的 那我们写正列的时候 已经1235代 我们就把 把最后一个输入就放在最后一个正列 正列的最后一个 所以这是正列 D0 D1 D2 D3 D4 D5 0到4总共有5个 好那下面程式都跟他一模一样了 一模一样我们就是把这最后的输入放在第5个 这等于他的Scan F 等于相当于他这个指令 接下来就是 All Big True 这个都一样了 4i 这个都完全一样了 完全一样了 然后这if就是这个 else就是这个 好他有两个 那他这里的正列的主要意思 原始程式是说 如果 Di 大以 Val Val就是最后这一个 最后一个输入项 如果其中有一个大于他 大于他他就会变出 可是因为他全部扫到底 所以会被变回来 他会被变回来 这个就这一题的关键 如果你把这两题删除 把这两行删除 这个程式就没错了 那我现在让我们先要第1个输入 为了让各位了解 先输入第1个资料 好再讲一次前面 0到4 就是原来他这边定义的正列 他这边输入5个 12345 就是我们的0到4 那我们的第5个就是最后他这个 scan这个 我把它run了 这个程式run 告诉我们说 3 是最小数 3是最小数 那如果我把它换第2个 我把它换成第2笔资料 run 他说20是最小数 这不对的 20不是最小数 那如果 所以问题出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删除这两行把它删除 也就是说在这里加一个 这两行就不要写了 这两行就不要写了 让他执行 这两行不执行 直接如果他带他 如果他 这一个正列之中 任何一个带于他的话 我们就把他所假了 好这样就是 一次想描到底了 再把他run一次 现在让第2笔资料 他会告诉我们 20 is not the smallest 他不是最小数 那这里的逻辑错误在这里 因为你每一次 跑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一个 这一个来 这跟这个比他大于他 他大于他 那我们就说这个是处 所有的都大于他 我们就说处 那没有问题 因为所有的都大于他 可是在这一笔资料呢 他也没有大于他 所以他是false 所以他是false 但是来到25的时候 来到25的时候 25 大于他了 他变成处了 他变成处 所以他错误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想改修正这个程式 就这两行不执行 只要你有认了一个大于我 就是假了 那这个程式就成立了 那各位可以陆陆续续追踪 那我把程式在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好我们现在把这程式4个资料 就他原来的题目 第1个run到第4个 让各位知道为什么他会错 要怎么修正 那前面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X等于处这个不用定义 X等于1这个我们是不是处等于这个不用定义 他本来就是1了 他刚好有这样的设定 那资料是从第412345个01234 那最后第3个他放在正列的第5个 我们把正列这个丢 丢到这里来代替他这个scanf 好那我们就run的第一笔资料run 他说3是最小的数 他说3是最小的数 那当然没问题3是最小数 那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好程式在这里跑是可以的 那我们要跑第2笔资料 第2笔资料 第2笔资料把它run以后 他说20是最小数 他说20是最小数 这是错的 20跟他比起来他不是最小数 好我们知道第2个是错 来看第3个 第2笔资料 12不是最小数 这程式也是正确 因为12 比11大 这个程式也是正确的 16不是最小数 因为 最后这一笔资料 16 会大于15 也不是最小数 所以 前面4笔资料都对 那只有第3笔第2笔不对 那要让第2笔 以前我们上面有说 你把这两行删除 把这一行 我们在这一行交一个简字号 也就是这一行不执行 这一行也不要执行 好 这时候程式就是 就是会正确了 现在是第2笔资料 那他现在告诉我们说 20 is not the smallest 20不是最小数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程式 放在我们的 档案里面 各位去执行看看 学习如何去追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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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